那我们再来看看这幅图 这是月子 月子意思就是月亮 故人注意到月亮圆的时候少 缺的时候多 所以不画满月 而画弯月 经历了不同的形体演变后 就得到了现在的月子 月子表示月亮 也可以表示时间 古人观察月亮 发现月亮总是从右边的新月 开始向左逐渐变圆 直到龙立十五成为圆月 再向左逐渐消失 最后形成一个弯在左边的月亮 于是古人就把月相变化的一个周期 叫做一月 月还可以表示不同的时间 一年有十二个月 在月子前加上不同的数字 可以表示不同的月份 比如一月 二月 三月等 月不仅可以单独表示月亮 它还可以和其他朋友一起出现 组成一个汉字来表示 意义大多与月亮有关 比如明 朔 旺 朝等 字幕开启 olmak 字幕开启 呀